美军海豹突击队惊恐地发现 有五名中国特种兵轰降到了岛上 他赶忙将情况汇报给到队长 但为时已晚 另一名队员透过望远镜发现 中国特种兵已经在对面山头上 用激光雷达标记了他们的位置 海豹突击队下的瞬间慌神 因为中国特种兵的威名他们早有耳闻 于是队长顾不上完成任务 立即带着队员狼狈逃跑 而美军之所以冒死来到这里 是因为就在不久前 美国一艘军舰遭到黑客攻击 被人远程操控导航系统最终失控 撞上了菲律宾的一艘邮轮 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而根据美国CIA情报局的调查 发动网络攻击的是一架小型飞机 并且这架飞机在飞往新加坡的途中 坠落在了中国南海的黄岩岛 为了拿到这项网络攻击技术 美军决定派出海豹突击队 前往事发岛屿找到飞机 取出机身中的数据硬盘 带回美国破解这项技术 然后运用到战场上对付其他国家 但黄岩岛位于中国境内 海豹突击队一旦遭遇中国特种兵 那下场必定会很惨 因为不管是在国际比赛中 还是在实际交战中 中国特种兵都有全间海豹突击队的记录 所以这项任务将十分凶险 指挥官布置好行动细节之后 海豹突击队立马乘坐运输机 空降到了马尼拉的一个岛上 接着乘坐快艇避开巡逻 偷偷默默溜进了黄岩岛 带着军犬在丛林中搜寻失事的飞机 没多久他们就找到了目标 飞机在坠落中已经解体 各种零件散落一地 但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机身 机上的飞行员已经失去生命特征 而根据地上留下的血迹 队长判断出有一名飞行员逃了出去 指挥官命令他们必须找到幸存者 带回美国进行审讯 队长知道对方受伤肯定走不远 于是立马命令三名队员 带着军犬在周围进行搜查 接着又命令另一名队员 用随身携带的切割机割开机身 取出里面的数据硬盘 但就在这时美军雷达发现 有一架轰炸机正朝岛上飞去 预计三分钟之后抵达 指挥官立马命令海豹突击队加快步伐 与此同时 两名海豹突击队员也在竹林中 发现了幸存的飞行员 对方立马掏出匕首 要和海豹突击队拼命 别过来 别过来 你得跟我们走 放下倒后者我们就把口放开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一名队员突然从背后出现 一枪托打晕了这名飞行员 但就在这时 空中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 海豹突击队员抬头发现 有五名中国特种兵正在进行空降 队长赶忙向指挥官汇报情况 抓捕飞行员的三名海豹队员 知道和中国特种兵交火没有任何生存 于是一名队员只好自告奋语 前去山顶吸引中国特种兵的注意力 另一边队长得知已经被发现 也被吓得瞬间慌神 为了防止暴露位置 他立马切断了和总部的通讯 就在这时观察员发现 一架H6轰炸机正迅速飞来 队长赶忙下令逃跑 这时队员刚好切割开了机身 拿到里面的数据之后 海豹突击对立马开始撤退 紧接着无数颗炮弹同片而降 将飞机炸成了废墟 而海豹突击对因为及时逃跑 幸运地逃过了一截 成功来到了撤离地点 灰头突脸地逃到了菲律宾 时间结束了 特别的 回音 离地点